我從來沒有吃過香菇咖哩 因為通常都是雞肉咖哩、牛肉咖哩、香菇咖哩很特別 明天晚上會增加雲氣 今天很享受的觀念 73元在吉林區 72元在葡萄市 70元在葡萄市 72元在葡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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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現在我來到的是玉肥山 這裡面有賣很多超級可愛的木頭做的小東西 你看像這個杯子 超級可愛的 然後呢 我有發現了一個超特別的 就是它 你們猜猜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日本的紅包袋 因為呢 日本的紅包袋是白色跟紅色的 可能就是台灣人看到有一點點不習慣 但是呢就是日本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覺得如果白色的不習慣的話 把裡面的這個白色的紙換掉也可以 我覺得超級可愛耶 因為它超級有質感 收到這個就真的是紙的紀念 那種就是可以留下來 然後這個是大的 然後呢它還有這個小小的 超可愛耶 超級超級可愛 好多可愛東西唷 還有啊我看到就是這裡有賣一些很可愛的那個娃娃 然後這個娃娃的本身身體裡面啊 通常都會放棉花對不對 因為他們會放那個玉肥山的那種 木頭片 這個裡面 超可愛 這個就是背後這個拉鍊拉下來啊 裡面就會放那個木頭片 然後它有很多很多超級可愛的造型 超級可愛 我個人很喜歡這個兔子 超級可愛耶 還有猴子 猴子在哪裡 猴子在哪裡 有眼 看不到 黃光了 超可愛 好可愛唷 還有松鼠 它抱起來就會那種 玉肥山的香味 超級超級可愛 還有這種小東西 耳環 超可愛的耶 好文青喔 超可愛的 推薦給大家 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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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就是裡面沒有就是 墨西 啊就是鼻心墨水 的話也可以換 然後它就是可以一直 嗯 可以自己畫喜歡的顏色 超棒 超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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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要吃幾餐 今天我要點的是這個 香菇咖哩 聽說這個香菇呢 是這個 當地的香菇 我從來沒有吃過香菇咖哩 因為通常就是 雞肉咖哩 牛肉咖哩 香菇咖哩 很特別 我要來品嘗 香菇咖哩 這是紅椒魚 欸是煮魚嗎 煮魚 煮魚煮魚 いただきます 很漂亮 阿茶覺得怎麼樣好吃嗎 好吃 好吃 阿香菇的味道濃嗎 因為我剛剛有一點害怕 是不是香菇的味道 它蓋過去咖哩 但是它不會 咖哩就是咖哩的味道 它不會太混亂在一起 它就配香菇 好好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